为了确保学童有一定的保护力 也降低校园传播风险 花林县政府和县内大型医院合作 针对5到17岁国小国中高中 还有幼儿园来接种儿童BNT疫苗 30号是校园集中接种第一天 县长学中会特别前往 寿风箱西口国小还有风山国小视察 为安抚学童施打疫苗紧张的心情 还赠送学童美人一包乖乖 也呼吁还没有为孩子安排接种疫苗 家长要审慎评估之后 赶快来为孩童安排施打 县长学中会表示 34号开始针对花林县内 满5岁到17岁的国小 国中高中以及幼儿园接种儿童BNT疫苗 现场有许多家长陪同 孩子们进入校园接种疫苗 感谢家长陪伴 也感谢门诺团队协助血统接种疫苗 以及收封卫生所同样积极为教宣导 唯有接种疫苗方能让端午节 有些消息之后血统进入校园 恢复实体受课时有一定的防护力 同时也不忘提醒家长 以及血统们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 请洗手戴口罩就是第一线 医护人员最大的鼓励 今天是全县花莲县全县国中小高中的部分 开始施打我们BNT的疫苗 第一站在受封是我们的这个西口国小 西口国小现在符合资格来打的有莫德纳和BNT 那到今天打的话就全部百分之百孩子都打上 那我们谢谢这个家长 有一些家长是陪伴孩子来 但是也在穿堂没有进到这个施打的教室 那要谢谢感谢门诺团队 还有我们的这个收封卫生所先来做卫教 以及门诺团队由庄院长代理门诺的这个医护人员 来做先期的先做卫教 然后之后来做施打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当然我们为了这个鼓励也给孩子这个加油打气 那教育处也准备了乖乖送给每一个施打 这个完成BNT施打的孩子 那当然之前莫德纳施打的孩子 我们也为孩子背上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信心 然后很安全很平安的把我们的疫苗打上 那未来这个我们回复实体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有最基本的保护 也让孩子安心 让你整个学校都是安全的 现在学生再次提醒 华林县史上将证实卫生所仅服务 满五岁的幼童以及国小生接种儿童BNT疫苗 国中高中生需持学校开立支付接种同时单 前往华林县新冠疫苗合约医疗院署 另外学生快栽阴性在返校接种疫苗 确认三个月内不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请订阅 顺风向我导 记得栏你352 指定 我 기대